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悠儿的油管技术学堂 那有朋友呢说我的视频上传了之后 那我怎么知道这些观众他是搜索什么关键词 进入到我的视频里面来的 那之前小悠儿有给大家分享过 我们的视频的标题该怎么写 那么这些标题呢就是别人搜索这些关键词 进入的才能找到我们的视频 这些关键词呢就直接影响到我们视频的一个流量 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关键词是哪些关键词 以便于我们下一次再制作视频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些关键词呢 把它给加到我们的视频标题里面来 那么问题就是啊 这个关键词我们应该到哪里去看呢 这里呢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呢是我们的一个付费 通过我们的一个 这里之前小悠儿有讲过一个视频 图巴笔它是一个付费工具 可以帮我们轻松的找到这些关键词 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这里呢相关的链接呢都会放在描述栏 就是啊不需要付费的 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 找到观众的一个搜索词 OK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大家不要着急啊 这个呢就是今天呢小悠儿要给大家分享的 我们该如何去看 别人是通过哪些关键词进入到我的频道 进入到找到我的一个视频 这里呢小悠儿呢就拿我的这个AI技术学堂来给大家观看啊 来给大家演示 这里呢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头像 点击右上角的头像 鼠标往下滑 这里一个YouTuber工作室 我们点它 那这里呢我们就进入到了我们的后台啊 就是我们油管频道的一个后台 进入后台之后呢 我们就点击这里一个 鼠标来到左边 这里有一个数据分析啊 我们点这个数据分析 那点开之后呢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个概览 有内容 有观众 有收入 有灵感 这里呢我们直接点这个内容 点完内容之后我们鼠标往下拉 那这里你能看到你平时啊 这些视频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播放时长啊 观看的一个百分比 那么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看的 我们继续往下拉 往下拉呢这里可以看到有个总体啊 这些它从哪里搜索来的啊 可以看第一个是YouTuber搜索进到我的频道的啊 还有个游览功能啊 进到我的频道的 还有外部 还有一些推广视频进来的 第二个呢是外部 比如说谷歌进来的 那这些呢都是啊 它是通过哪个APP进入到我们的一个频道里面来的 那第三个YouTuber搜索啊 看一下 那这个呢今天要给大家重点讲的就是我们的关键词 这里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里点击下面这个展开 那么这些观众呢 那它就是通过这些关键词搜索到我的视频 那首先第一个啊 Mijinly教程 大家都知道小舆论 这个频道呢主要讲AI比较多啊 讲了很多一些关于绘图方面的也比较多啊 所以说呢可能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Mijinly教程啊 进入到我的频道找到我的视频 那这个是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合计的观看次数啊 平均观看时长啊 观看了一个百分比 第一个是啊 首先排的第一位的就是这个Mijinly教程 再往下呢就是一个Mijinly 很多人说Mijinly它就会找到我 那再往下就是一个图生视频 那这个是我频道里面的一些关键词 那再往下又是一个Mijinly以图生图 往下是影视解说 小红书 AI生成视频 文生视频 下面这些呢比较靠后了 我们最主要关键就关注前面 靠前面的这几个关键词 比如说很多人他是靠这个Mijinly教程 找到我的视频 那我呢就可以多制作一些跟Mijinly教程相关的一些视频 这方面的视频教程呢 它是非常受欢迎 那么呢我们就可以着重呢 把它当成我们的一个视频来更新啊 就比如从今往后面的几天 那你就可以多来更新一些跟这个Mijinly教程相关的一些视频 可以看到排前几的都是Mijinly教程 Mijinly图生视频 这里Mijinly以图生图 那这个都是跟绘图有关系的 那我们就在往后制作视频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了一定的方向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可以制作AI绘图这方面相关的一些教程 这个呢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关键词了 来找到我们后面更新的一个方向 我们点击这个右上角 这里可以把它关闭 大家呢可以啊找到你的一个油管后台啊 你来可以到这个数据分析里面呢 来看一下啊 他们都是通过什么关键词进入到你的频道 OK那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今天就主要是给大家讲明白这一个点 希望对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呢能够有所帮助 喜欢小鱼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你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呢有需要的朋友 如果大家刚刚加入油管啊或刚刚制作一个视频的话 如果说你想学习更多啊有更多的问题的啊 那大家也可以点击小鱼的一个视频 鼠标往下拉 那这里有一个啊 在我的描述栏这里有一个向小鱼提问啊 加入我的支持星球 那大家可以加入点击这个链接进去啊 可以加入到小鱼的支持星球 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探讨 OK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